2023年11月22日 今晚特意做一個山山來遲的紀錄 我所有自改的鹹蛋超人奧特曼 現在正派角色所有的超和年代都出現在這個螢幕 還有這些不關事的飯派 又有這些都不知道它是不是超人系列 安道路米諾斯 其實我的感覺是很特別的 就算看它顏色好外形好 都完全是跳出所有超和年代的超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看它穿著裝甲 根本就是一個蒙面超人 它設計不錯,我挺喜歡的 不過當年它的皮套演繹 就有些衣不清身 以超人來說 我經常都會看到它 因為當時是 就是 涵蛋超人 左飛 還有 Junius 然後又輪到它 經常會出現在我們這些 童年 第一隻做的 梅筆 第一隻做的 梅筆 很明顯 第一隻做的水準比較差 因為有得比較 它呢 我是沒有放它的紀錄在我Bilibili 我只是放在我Youtube的頻道 因為 我當時弄它的時候 是沒有開Bilibili的帳戶 所以 尼奧是第二隻之後 我就 開始開了Bilibili的帳戶 所以如果要看它的紀錄 就要去回我 段空的Youtube 如果不是 不用看的 還有說真的 第一次做當時的視頻 其實你們看不看到吧 最主要都是看作品的 而且我講廣東話 很多時候 就是 Bilibili裡面的朋友仔 就 很多都 當時說 不會聽廣東話 但是呢 當時也好 今時今日也好 我做的視頻都很簡陋 我是近期才開始學人家 用那些翻譯 那個 旁白的X 但是呢 問題就來了 當你 滿足到別人的時候 要求就會越來越高 我講廣東話 講開 普通話的又說不會聽 又說要字幕 字幕 又說字幕不會看 廣東話不會聽 其實說真的 我幫不了你 等於你看 日本的 它都沒有字幕給你的 那你自己想好它 好嗎 另外呢 因為 我這一個視頻呢 是 承接著上一個 視頻的 因為我見到迪家 我買的第三版 真骨丁呢 很多人沒回應 我很想 有些網友 交流一下 正如中洞 原來有 涵蛋超人出 我也不知道 我還愚蠢蠢 以為他在說光譜 所以呢 我都很希望 拍一個視頻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尤其是 我們這些 叫做 只有一個人的玩家呢 實在的資訊是很貧乏 那我都幾十歲啦 那 還有 我還要這麼巧 這段 做事 弄傷了 工傷 所以有幾天假期 那隻腳傷了 又不方便到處去 所以近期的視頻就會多了 那我都希望我的視頻可以保持住 因為 其實我拍出來 不是說真的要博別人訂閱啦 那些 因為 我香港人 我賺不到錢的 在Bilibili 那裡 在YouTube都是啦 YouTube 我 十幾年前已經是有的了 那但是當時我玩的是 遙控直升機 開始的 那所以訂閱我的朋友仔 都是 當時是以那堆比較多的 那但是 就是 現在直升機 不流行啦 就算你玩 幾高級數都好 現在流行了 航拍機 所以 那所以 就要幾個其他 換意 那但是呢 說到尾 說到尾就是 我很希望 在這一堆 那些 那些 還要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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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个线影是最重要的 最好大家看了这个视频的朋友大家交流一下 因为我知道大陆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我BillyBilly都是由超人开始 开这个视频 就让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这次个人记录到这里